那么青少年如何对治邪淫 我们这边也来稍微报告一下 我们说万恶淫威首现在网路很发达 很多不良的信息毒害了青少年的身心 那么作为父母就更加要能够关心辅导他们 或者会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 那么邪淫会影响到他们学习功课 会磨灭他们的理想 所以青少年的时候应该正是他经历最好的时候 记忆力最好的时候 应该让他们安心的学习功课 如果他们换了邪淫 就会把他们一生的远大前途自知而不顾 葬送他自己的前途 那么将来就后悔莫及了 这所谓年少的时候 连气血方钢要戒之在射 所以学隐对心理健康成熟很不利 所以青少年在读书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早恋 很早就谈恋爱 这样会影响到他心理健康的成长 甚至会影响到他跟同学的关系 跟家里父母亲的关系 会改变他的性格 个性就变成孤僻或者是烦躁 容易发脾气 那他们曾经就做一个调查 他说如果草率的找恋 两层这个邪影的话 可能会造成终生的苦口 他们有一份研究资料报告 从12岁到16、17岁的年轻女子 把他们变成两组 每一组都100个人 有一组是早恋 而且有性行为的 那么有一组是没有的 就他们述后调查比较以后 有早恋跟换协影的那一组的 他们企图自杀 是比那个没有早恋 没有换协影的那一组 多六倍 这是第一种 企图自杀 他们增加变成多六倍 那么离家出走的激励 这个有早恋跟换协影的 他们离家出走的比例 比那个没有换早恋 跟没有换协影的那一组的人 多十三倍 这是第二种 离家出走 第三种被警察逮捕的激励 会犯错 有早恋跟协影的 比那个没有早恋跟协影的 多九倍 那第四种是细数毒品 有早恋的跟协影的那一组 他们吸食毒品的比例 比那个没有早恋 没有协影的那一组 都十倍出来 都十倍 可见 对这个年轻 年轻少年 这一块 还有手影这一块 做父母的 一定要去给他关心 所以所嫩年轻里面讲的 菩萨建议如臂好坑 所以怎么样的让小孩子 能够避免 这里面有几点建议 第一个 损有远离 要远离损有 我们说 有益的朋友 有子有量有多文 要多注意他的交往 他小孩子交往的朋友 朋友的情形 要多接近善友 不要接近损友 所以损友要远离 那么第二个 要交易他们知道因果观念 尤其英光大师说 老法师也这样说 要让他们知道因果 要知道堕胎的果报 堕胎等于杀人 要跟小孩子 观世这个观念 教育这个观念 不能够堕胎 不能够换血缘 堕胎的等同杀人 会招来无穷无边的恶报 跟果报 堕胎就像杀人命一样 亲自杀自己的亲人一样 那种果报是很重的 要跟小孩子 特别教育这个观念 教育他们 绝对不能换血缘 绝对不能堕胎 那事实上现在血缘 堕胎的比例 非常的患烂 现在一年全世界堕胎人口 将近五千万到六千万 也等于等于 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的人口 现在一年就有 五六千万的堕胎人口 这是第二个年 要教育小孩 借助淫念 尽量不要去接触那种 类似像穷瑶小时候那种的 情色电影 不要去接触那些东西 那么第三个 不要让小孩子 有太多的空闲时间 空闲就会生灰 太闲就会生世灰 孔子说 小人情机为不易 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这是孔子说 小人情机为不易 同学记在一起 到最后 饱食终日 每天泡网咖 夜不归隐 夜不归舍 就是小人情机为不易 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要让他们集中精神 在功课上 在做一些社会服务关怀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多参加夏令令 圣贤教育的这种班 学习传统文化教育 多去亲近那些 有意身心健康的活动 这就是第三个 不要让他们太闲 要让他们多投入一些 公益活动 社会服务 还有参加一些 身心健康的夏令令 或者是一些 圣贤教育的培训工作 那么第四个 做父母要以身作者 做好圣教 以上四点 是对青少年 如何来避免邪影 提出一些潜见 提供各位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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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